都说要多吃点紫颜色的东西 对身体也好 但这种甘蔗皮能吃吗 我们中医传统有方子 是用甘蔗皮来治病的 你看有一种人呢 就是阴虚倒汗 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 她晚上睡觉的时候 她就偷偷地出汗 心里还很烦 你会发现她情绪也不是很好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用这个紫皮甘蔗的皮啊 你就用几片就行了 然后呢 跟一小把小麦一起煮一碗粥给她喝 喝了以后呢 喝几天她就觉得心里没那么烦 然后汗也收了 就不容易出汗了 那它这个甘蔗皮起到什么作用呢 它就起到收炼的作用 我们讲了甘蔗是入心的 刚才我想你吃甘蔗肉 你是补心虚 对不对 这个呢 甘蔗皮呢 它是炼心器 它给它收炼起来 不让它乱跑 而且是这个紫皮的效果好 我们在用紫皮做粥之前 这上面这些白霜是都要刷掉吗 不要拿刀去刮掉它 因为这个是本身 它上面自己带的白霜 这种白霜是吧 你只要把这个甘蔗洗干净就可以了 这有之前陈老师煮好的 来 你尝尝 我记得有一次你不说 你有点倒汗吗 对对对 晚上睡有倒汗 你可以喝一点 什么味儿 甘蔗皮应该不甜嘛 就是它都是那种清香的味儿 对了 甘蔗皮它就有用甘蔗的那种清香味儿 味道很大 小麦也是淡味儿的 真不错 这个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对于岁数稍微偏大一点 特别在更年期的人 它没有那么强烈的刺激 它特别的温和喝起来 对 清香 就喝完以后你觉得好像心情都好了 对 专家推荐这皮小麦粥 用两节紫皮甘蔗的皮 拌完小麦 下锅一起炖煮 开锅后小火煮半小时 此方煮至阴虚倒汗